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中国队现在的主教练李铁 而我身边的李伟峰之党那场比赛也踢满了全场 我们看开场之后中国队还是牢牢的占据着场上的主动 其实实力上我们说我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无锡 锡哲 将球走的速度快一点到边路了 旁苗 旁苗左脚好球 这个球怎么处理 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 这个球其实我们两个队在首回合比赛当中 当时打右边后卫的是王刚 那场比赛右路打的应该说就非常活跃 我们利用了关岛队他左路的防守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明显的 其实我们也还是在右路 中队开场之后获得了第一个角球的机会 球迷已经在高喊1比0 张细哲来主罚 先看看这球发的质量怎么样 蒋宝泰这会儿也已经上来 参边这会儿双方近距离 应该是手上有一些互相这种拉扯动作 参边也是警告了一下双方 看这个角球 投球来了蒋宝泰 好球 这个球蒋宝泰开场之后 我们说他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看他强点的这一下 跳得非常高 没错 我们也是抓紧给大家介绍两个队的首发阵型 中国队这边刚才官方给出了一个442的阵型 门将是1号严峻林 两个中卫 6号蒋宝泰和5号张林鹏 这是广州队的搭档 左边后卫3号王身超 右边后卫20号长秒 中场442的两个人 两个居中的15 15号队长吴熙和10号张希哲 两个边前位 17号吴兴涵在左 13号金星道在右 封线上的是9号埃克森和7号吴磊 这是中国队今天的首发阵型 我们再来看 关岛这边 关岛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具体首发的 人员1号是他的门将达拉斯杰伊 2号以赛亚拉古堂 3号马龙埃文斯 5号瑞恩基图瓜 6号沙恩西里 8号他的场上队长马克 查尔瓜拉夫 你先看这个球 开场之后 中国队确实大兵压境了 我们这首发阵容还没介绍完 一直围着在围攻 我们说完关岛队的首发阵型 6号 8号队长马克 查尔瓜拉夫 9号马克斯 洛佩斯 12号 克莱顿撒托 15号莱昂莫里莫托 16号 德温 文迪奥拉和他的19号 安东尼 莫恩 吴庆涵 又是获得了脚球 中国队我们看两边的脚球 其实都是由张细哲来主发 张细哲刚才发了一个 看看这个脚球的质量怎么样 前点 又蹭了一下 手球吧 有手球显示 但是这次比赛因为 没问题 可以没问题 没有VR 对没问题 可以 没问题 吴庆涵左脚 后点 吴雷 吴雷 吴雷拿球 我们看全场就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吴雷的传终 后点 埃克森 顶回来 机会来了 这是不是又是蒋光泰啊 蒋光泰的 用脚的射门啊 蒋光泰 长出对方进去了 那我们要跟 这种弱的对手比赛 你现在要靠什么 应该靠你两个边路啊 应该两个边路 把球尽快到两个边路 我们去传统 连击雷 关岛这场比赛 其实和我们说 两个队 首回合交锋的时候 打法有一定的改变 那场比赛 它是两个前锋啊 就顶到我们两个中卫 不让我们两个中卫 拿球 虽然说 他作为助手 但是那场比赛 他打的应该说 并不是太保守 但是这场比赛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 尤其是关岛队 他经历了换帅 其实他现在的主角练呢 是徐中元 我们先看这个球 所以说球队 换教练之后啊 打法应该说 也有一定的变化 快点出球 快点把球 赶快到两个边上去 对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可以 但是这个球啊 我们看 今天台其实早早 第二次里面 已经举其越位了 这次比赛 我们也介绍过 但是这种踢法是对的 是 快一点把球 到两个边路 我们要把两个边路 利用好啊 麦庆来看 可能也确实 稍稍越位了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是 差一点 我们说对手 关岛队队 他确实经历了 换帅 他的新任主角练 徐东元 其实就是 球队抵达中国之后 刚刚和球队会合 所以说 他这个队也是 刚刚熟悉 刚刚磨合的一支球队 而且这支关岛队中呢 可能很多队员呢 有一些是职业球员 当然也有一些 半职业的队员 相对 包括有些年轻队员 可能是学生球员 在美国提一些 这种高中联赛 大学生联赛 所以整体实力呢 确实也有限 开场之后 应该说 中国队这边 其实掌控着 绝对的优势 优势是很明显 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踢 要把我们速度提起来 没错 其实和那种相对 比较弱的对手 你和他四平八稳踢 这个肯定 肯定是出问题的 那你现在 你要想到办法 对吧 你要是 要把我们两个边路 要把我们两个 这个边后卫 他们的最强项的东西 我们要利用好 没错 对吧 因为他两个边路的 上下的往返能力 助攻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速度要快 走球的速度要快 尤其是右边后卫唐淼 本赛季三次中超联赛登场 踢了三场 三次助攻 这是一个助攻能力 非常强的边后卫 进行的 非常积极的比较 打身后 吴雷 看中路 报超的人要到位啊 能不能传起来 吴雷 这球传的质量不是太高 第二层上的人速度要快 没错 刚才呢 可能进区里边 我们看到的点也不是太多 对 吴雷 吴雷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报道应该来讲 他的状态应该是现在非常好的 是 吴雷应该说确实 他也是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 没有回国了 先看这一球 埃克森 包超的人呢 包超的人在呢 传了一个倒三角 还有机会 这个球稍稍有一些遗憾 但简光泰把球抢了回来 无锡 右路 看唐雷的传终质量 层次 包超的层次 看见了吧 现在我们 球可以到两个边路 但是 我们 包超人的层次要好 前中后点 我们要有这样的层次 没错 刚才这个球明显传了前点 但是前点并没有人 耐心一点 简光泰 我们看这时候 中国队阵型 所有人员已经 除了门将之外 已经压过了半场 往人超 看左路 吴星函 吴星函应该说 这个赛季 他在山东泰山 踢的也是非常出色 状态非常不错的 这场比赛 也是他代表国足的首秀 先看这个球 还是传终 又是脚球 我们还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的两个边路 能出来球 但是我们现在 包超的层次要好 而且我们的人 要在位置当中 尤其是我们看开场之后 唐雅这边的传终次数 其实已经非常多 还是可以的 传终质量也有保证 对手这个球 还是稳妥起见 把球踢出了底线 又是脚球的机会 定位球 也是我们利用的好机会 我们看这个球 前点来了 吴星在抢前点 这个球 张希哲 找后点 这个球应该没有阅威 蒋光泰传过来 机会来了 队长吴星 这个球应该说 其实配合大成了 还是啊 这个踢的 稍微有点太焦急了 没错 耐心一点嘛 90分钟的比赛 刚刚开始嘛 焦什么急呢 没错 我们也介绍过 其实因为朝鲜的队退出 所以说这次40强赛 所有小组的最后一名 其实在统计最好成绩的小组 第二名的时候 不算这个成绩了 所以说 我们对关岛 关岛基本上说 尤其是他输给了 马尔代副两场之后 基本上锁定了 小组最后一名的位置 先看这个球 没有阅位 张续德 还有 又是脚球 所以说我们保证 对关岛的比赛呢 其实赢就可以 但是竞胜球呢 我们说如果能多打竞胜球 肯定是更好 但是这个竞胜球 在最终积分统计的时候呢 人家说 其实不算在积分当中 就不统计到 正多最好的小组 第二名的竞胜球当中 先看这个球 又是脚球 前点蹭了一下 稍微可以换一换战术啊 脚球 是不是我们现在踢的 有点太单调了 这种脚球 没错 毕竟到前场的抢断 还有 唐米亚这边 张细哲 调身后 打XN 前面的人 太少了一些 比赛已经过了 到了12分钟 场上比赔仍然是0比0平 我们说中国队 其实可以理解 队员们可能 即便队关倒或多或少了 因为毕竟已经 18个月没有比赛了 又对这场比赛 应该说万众期盼 万众瞩目 所以队员们 可能也想尽早的进球 尽早的拿下比赛呢 所以这会儿可能显得 队员们稍稍有一点着急 给到左路 陆星函 环球的速度 我们要稍微快一点 让球 让球在动 这个球只要动起来 我们人就在动 其实大家从 这个镜头给看出来 对手基本上 就占了一个631的阵型 六个人 后边一字排开 在后边密集防守 中场三个人 打着线打成后 长秒 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在 中前场的突破 没错 我们球现在是到了两个边路 但是我们应该把中前场突破 和我们到边路的这种球 串联的很好 需要拥抱别 对 因为你要把他的口子给撕开 对吧 因为你看到他现在整个球队 对防守人多吗 很密集 没错 那你需要有边路 假如边路打出去 你再给他拉回来 完了再有突破 给他窜一下 可能这种进攻的效果 就可以更好一些 是更好的发挥我们边路 其实这时候就需要 有些相对个人能力 比较强的队员 要敢于这会儿大点突破 其实包括我们说今天 获得国足首次首范的吴星函 他是这种 有突破能力的队员 对 其实他的好的地方 就是在边路 他敢于去突破 而且他有速度 那你用他 你就把他的特点用出来 这会儿对手 我们看收缩的 已经非常靠后了 球到吴星函的反脚下 比如他要大胆 向李主持人指导 刚才说的要敢于突破 没错 很好 你看见了吧 他边吹罚了反规 就是敢突破 对方 其实我们个人能力 是绝对占优的 大胆突破 对 你能看到 这个是他的特点 对吧 他速度快 边路 他还有东西呢 那你就应该 把他的特点用出来 没错 我们也赢得了一个位置 非常好的定位球机会 可见 其实现在前场的定位球角球 都是张细哲来包办 性格也是给的埃克森 先一看到这个镜头 让我更加怀念了 以前我们的老前辈 素帽针 小范 你看他们在前面 他的投球是一个什么样 是 你看看 发球的质量 包括我们跑的人 抢点的东西 真的 让我看到了 我真的是特别怀念 我的前辈们 包括李伟峰知道 这个时候说 如果您在场上 这个投球 这个是你的东西和特点 对吧 你要把你好的东西特点拿出来 你在场上你可以用出来 没错 我们说有时候破密集方的时候 你没办法定位球角球 或者这种边路传中投球 这就是很奏效的办法 其实这个之前是我们中国队的传球 先看这个球 紧紧到 他跑动能力非常强 唐淼助攻上来 要有人接唐淼 也是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对手的15号 莱昂莫里莫托 只有19岁 这也是他的 关岛福家队的首秀 这个你一看他的脸非常智能 对手正中 其实今天他们 最年轻的有17岁的 但是没有首发 但是19岁 21岁 18岁 这种队员也很多 我们又获得了一个 比脚球位置还好的 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张锡哲 举单臂 我们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一头 对方呢可能确实 我们说 参观已经两次了 定位球 都是提醒对方 先看这个球 有了 有机会 埃克森 被对方奉堵 王神超 我们刚才其实镜头 也给到过韩国队的主转练 徐动员 其实可见 他现在带领 关岛队的主教练 徐动员 其实是韩国人 他带领这支关岛队 和此前的教练 还是有区别的 对 你看他们的这个球队的踢法 还是非常硬朗的 没错 而且还是比较讲究 整体的防守 徐动员 他是 其实4月26号 才接任关岛队的主教练 他此前13年 都是担任 韩国大学生联赛的 冠军球队的主教练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 是国家队的技术调研小组的成员 他此前呢 其实球员时期呢 代表韩国家队只有过三场出场的机会 应该不算绝对的这种 国脚 而且早早的在28岁就已经退役 退役了 是 我们踢的现在有点太单一了一点啊 看吴兴安 一对一通球 要的就是这个 能不能传起来 稍微 多了这么一点点啊 多了一点 我们看在镜头当中 绿色背心的 就是刚才大家能看到 就是徐动员 耐心一点 再耐心一点 不要着急啊 先让球再动 球动人就会动啊 埃克森示意 裁判员这球有犯规 但是没有吹法 但对手的反击也 其实我们客观看 没什么 也先看这下 好球 乌磊 点球 乌磊不错 这个就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乌磊 这就是他的能力 这个球我们说 我们好在哪 其实前场的反抢 没错 完成反抢 对 而且我说了 我们应该向前的传球 应该更多一些 我们少一些横传回传嘛 对吧 因为你跟他们这样的球队 他的防守密集度 那你靠什么 两边打一打 回到中间来 我们再向前 向前你得要有跑的 是 刚才这个球 我们通过曼京来看 完全没有约位 乌磊这个球 而且制造了对方的一张黄牌 乌磊 这个球绝对没有问题 乌磊把球烫走了 好像 不错 哎 要的就是这一下 等他一下嘛 这个球应该是乌磊 自己亲自操刀来主发 乌磊 村里的希望啊 乌磊 经过了 我们说乌磊也经过了 这一年半在国外的漂泊生活 这个球全场万众瞩目啊 乌磊 乌磊 乌磊猪跑 乌磊 乌磊 好球 漂亮 乌磊轻松的推射 球门的左下角 放入猪磊队 1比0 暂时领先这关岛 乌磊其实挺闲 我们说乌磊 时隔18个月 他也是重新回到中国 在外这一年半 其实他既经历过西亚联赛 攻破大门 其实也经历过西亚联赛 替补骑上的哥夫 现在重新回到国家队 而且马上就帮助球队 自己制造了减球 自己操刀准夸 非常轻松 帮助球队 1比0领先 而且你能够看到他的状态 非常不错的 乌磊 这个好像 他比那会儿走的时候 还要转了很多 没错 我看应该要比那会儿 走的时候转了很多 虽然这赛季 其实他在西亚联赛 登场的机会不是太多 或者说获得首发的机会 也不是太多 但是乌磊 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 或者说非常自律的队员 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训练水平 没错 这个我们 这个还想能够 害出第二个乌磊 第三个乌磊 能够有 说白了 更多的 年轻球员 要出国去踢球 像他一样 就说在现在那边很难的时候 他还会坚持住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贵 难能可贵 对 这样其实我们说前20分钟 我们客观的说 大家打得有些着急 但是经过这第一个球打进了 大家的心态呢 可能就会发生新的变化 这会儿打的可能 我们看关导队 他这会儿阵型也明显 他如果阵型压出来 人家方向一压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就打起来 就会很舒服了一些 没错 往生超 无锡还是挑身后下 这个无锡这球稍微慢了这么一点 因为他要假如好一点 他可以把球传给前面 又来了无雷 无雷 哎呦这个球非常遗憾 顶到了 有点约位 有点约位啊 门住的外侧 但是这个点应该说 其实还是优路 我们这场比赛 唐俏非常活跃 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球 全中质量非常高 绕过了对方的后卫 无雷这个球 其实瞄着后门住在地形 球门球 过一下谢谢 埃克森 这埃克森 他的位置我们看还是正硬中锋 然后无雷在他身边更多的游异 五锡还是给右路 到两边去了 球到两边 来 咱进到中间 可以 涨西折 到右路传中 还有西折 不要犯规矩就好 对手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没有太多这种控球能力 来了 埃克森 又抢到了前点 叫球 定位球看看我们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人还是太少了在里边 进区的点 这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个 包抄人太少 没错 先看这下 一个战术的角球罚出来 前点 还有 又是无雷 无雷一个假动作 这球给的稍稍小了一些 从开场之后 角球已经5比0 角球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 定位球咱要 咱们要利用好才行啊 这个其实我们也谈过 这是中国队此前的 我们说优点 法宝嘛 是 好的传统还是要延续 转左路 所以到两边去 吴星函 大胆的突破 两个边路的队员特点不一样 就是比如右路呢 其实进境道 它也不是这种传统的突破类型 它此前甚至更多的打后腰也 所以说它那个方向 包括唐苗 很多是传终 但是左边 吴星函绝对是突破类型 吴蕾这时候也回撤在要求 唐苗 慢一点 转左路 吴星函 这个球 还是出了边线 吴星函 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他第一次代表国足的出场比赛 他可能开场之后显得稍微有一些紧张 吴星函 看看那边怎么样 上去 进境道 进境道 我们说他打这个边前位 更多的他喜欢内收 所以把边路更多的留给汤苗 你看看这下船中又来了 埃克森 想到了这点 右边要打的要比我们左边路要稍好一些 活跃也很多 其实那两个边路特点不一样 右路唐苗他本身就是一个助攻能力非常强的边后卫 然后进境道呢 其实他属于跑动能力非常强的 节奏非常好 哎 带球的节奏不错 吴星函 一对一 大胆的突破 但是他这边啊 对手也 其实重兵在境道 我们说对手是六个后卫 所以等于甚至一定成了两个边后卫 多了一个还有一个 他现在越踢有点像中路靠向后腰了 张希哲 还有前场的反向 到边 埃克森 看看能力 打的有点太小了 太小了 对应该球可以先抢过来之后可以把球马上到边路去 又来了 看吴磊能不能拿住球 这个球 吴磊和他最熟悉的人张林鹏的连线 耐心一点 打的有点太着急了 对 上场比赛 实际已经过半了 26分钟 应该说 我们其实船中打的比较多 但是真正制造威胁就像越坑指导说的 还是更多靠中路的 其实这次造点球呢也是中路的这种直c 翻抢 对 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两个边路打的确实非常好 但是我们球传到里边的时候 我们得需要什么包抄的人和从次了 没错 对 因为我们人得要有数量嘛 我们才能够前送后点 我们才能够抢到他 张希哲挑身后 差一点 还是唐淼这边 金镜刀 张希哲 挑身后还是找吴雷 艾克森 对手落后之后呢 应该说向前顶了一顶 但是很快呢 又收回来了 又收回来了 对 那他人多嘛 在在整个送后厂的房子 他人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是说 我们打到两个边路之后 他肯定要防进两个边路 你再把球走到里边来 我们得要有人跑 有人插 我们要有突破 要有变化 我们现在稍微有点 打得稍微有点死了 而且李铁指导在场面 已经让队员去惹车了 我们看到了阿兰 尹洪博和韦时豪 其实也明显能感觉到 李铁指导可能也觉得 进攻层面需要一些变化 这球犯规了 定位球 其实也是我们这会儿 非常好的机会 艾克森在这个位置有一脚 吴磊非常痛苦这下 因为对手在背后 先防他盯得太紧了 对吧 你看看他只要出街 研究就会盯得很紧 对 但是这个位置打门 有点远 稍稍有点远 耐心一点 希望吴磊没有打碍 全场投迷也是向吴磊 抱一掌声 利铁指导 这会儿他可能也非常焦急 担心吴磊这边 因为其实我们场上绝对都有能力强点 爆点 飞南多这边已经受伤了 吴磊伤不起 毕竟后边还有三场更重要的比赛 埃克森来主发 定位球 埃克森 埃克森 打到了人墙上 还有 哎 机会来了 对手啊 自己有干扰到门将 但是误打误撞 门将最后还是报道 达拉斯结议 他是昨天才刚刚 我们说抵达中国 今天 因为防疫政策 这次我们并不像传统的说要十四加七 因为这次等于中国队 其实所有队员要进入到红区 气泡式这种管理 对他今天也是能获得出场的机会 往任超 来找吴兴函 再心点再回来 呼吸 我明显感觉到吴兴函和王神超两人之间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更多的配合 或者说磨合 有想法 进行到 简光太 吴兴函 又是一对一突破的机会 这时候王神超 王神超其实要过来对他一定的支持 好球 张希哲 王神超 因为他是右脚 所以说他打左后卫呢 他有的时候助攻上去之后 船中并不是太方便 你先按点无锡 队长无锡的一脚远射 队长无锡的一脚远射 队长无锡的一脚远射有点太少了 所以有一些不是要登场的是爱德华多 这小伙子只有19岁 这也是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手秀 30分钟半小时 所以爱德华多只有我们之前介绍过 说对方阵中有一名17岁的队员 就是这名队员 只有17岁 这也是他的手秀 这会儿可能我们说对手确实是业余队 觉得有些业余队 他这会儿队员的这个可能30分钟 也发现了明显的问题 或者说阵型有问题 这时候毕竟现在有5个换人名额 所以对方教练调的相对比较早 30分钟就进行了调整 吴清涵 王身超下敌了 左脚 传宗的质量啊 我们再应该好一点 提高一点 这是中国队左后卫这个位置上 除了王身超呢 还有个备选队员 李磊 李磊是左脚 李磊上来了 张林鹏已经套上来了 机会 这则对方犯规了 三平安 没有表示 这时候确实是 我们说对方因为基本上放弃了进攻 所以两个中后卫 这会儿在后边 没什么太大压力 张林鹏这会儿作为中卫 已经开始套边上来 您记得 面对这种对手 如果说后边两个中卫 那确实 那时候您是不是也会 助攻上来更多的参与进攻了 这会儿就要 会的 应该我们稍微整个防线 再往上稍微顶一点 后场 中场 前场 我们再往前再走一走 确实这会儿作为中卫 也要给进攻更多的支持了 我们看他的11号只有17岁的小将 埃德华多上场之后 他也出现在中场的左路 甚至基本上我们看这就是半场的攻防演练 耐心很重要了这个时候 简光泰 望前超 让球手的速度再快一点 赵林铺 其实他也是进攻能力非常强 他更习惯打的位置 或者出道的时候 一直打的位置 应该是边后位很好 没错 糖苗 看看包钞怎么样 脚球 这时候我们在场边又看到了 李磊和池成国在场边进行热身 又是脚球的机会 上不上比赛 其实我们脚球次数不少了 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太多有威胁的射门 强点的能力啊 我们可能还是稍微欠缺一点 先看这个球来了 埃克森 这个球终于是抢到了点啊 但是很遗憾 没有顶着 埃克森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 因为在李皮特国家队 更习惯433的时候 让他踏左边那个边风 其实他个人呢也最近接受采访表达过 我说我更喜欢中锋这个位置 喜欢这个9号位 我看唐淼这个边后位 这会基本上就打成了一个边前位 边前位边风了 看吴磊在接他 吴磊 唐淼上来了 看唐淼的传统队上 好球无锡 这个球应该说配合终于打成了 非常不错 层次也有了 高超的层次很好 但是很遗憾 最后队长 吴磊这个球 传的可能稍稍有点靠后 他这个球有点够着点 所以没有打上力量 如果再给了稍稍靠身前一些 能让他完全发力 但是我们说 其实需要的就是这种配合 我们之前打边路 一直希望能看到这种 包括唐淼 他在广州城踢球的时候 也是这种特点 我们开场之后 中国队已经完成了十次射门 三次射证 对方现在还没有射门 对方的主教练徐冬元 追发了对方的犯规 往前抄 这时候节奏 还是要再提比赛的节奏 速度要上来一点 张细哲 右路唐淼这边 进京道 细哲 你看吴磊这会儿 他经常出来回座做球 其实这时候需要他更多的这种参与 埃克森可能要顶到对方的禁区腹地 张细哲 打身后 好球 没有过去 防守不错啊 关道 因为他人多嘛 没错 确实没给我们太多这种打门的好机会 看吴磊好球来了 绝对的机会 好球2比0 这个就是我们后插上嘛 对吧 我们现在要有这样的啊 后插上 我们现在太少了 你看 有了 这球也进了 是上场38分钟 金静道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扩大为2比0 这个球 其实我们需要的这种 说在编路做了很多文章 最终其实开花结果还是在中路 中路一个直随 这个球金静道 插的应该说两个人传跑 我们来通过半径再看一下 实际非常好 完全没有约位 这个球是吴希的助攻 吴清涵 看吴希这下给的呀 两个人完全想到了一起 翻破了对方的防线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球传的很好 跑的也是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这次配合应该说非常绝妙 对手这会儿我们说在我们的一直强大的这种进攻的威胁之下 后方线已经开始有一些松散了这会儿 2比0 这时候要求我们居然的心态 就是别着急 真的是 超什么急啊 对吧 就是我们 我们要比他强嘛 你强你要 你要做什么 我们把我们练的东西打出来 我们把球到两个边路之后 他会防你两个边路 他防你两个边路的时候 你做什么 我再把球打到里边来 打到里边我得需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有人后插上 你得这种球传跑时间要很好 但是你要敢于去这样去做 你怕什么呢 这球你传了丢了就丢了嘛 但是你要记住 球你只要传过去 这球就是一个单刀 对 这种事物其实我不怕的 是应该的嘛 对吧 比分已经2比0 上半场比赛进行了40分钟 对手这下这个动作有一点大呀 我们这场比赛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 我们除了说练兵这场比赛 不能再有队员受伤了 没错 我们要防止伤兵了 对手的8号 8号马克 他的场上队长 哎呦这个球完全没有收脚 其实还是非常凶狠的 乌磊 停的稍稍有一些大 刀边刀边很好 变中的结合 吴兴涵 一队一突破来了 看传众质量 一个甲鲁哥好球又来了 非常好的机会 还有还有 刚才这个球其实是我们一直期盼的吴兴涵的突破 有变化 但是这下吴磊没有顶好 一个假动作 吴兴涵 我们说他是具备这种能力 这球 这球 吴兴涵顶到了肩膀上 蒋光泰 他的头球优势非常明显 身体非常好啊 是 你能够看到这个 这球还是不要大意 不要脱胆 他这个身板 跟当年您的身板有一拼 蒋光泰可能大家 平时在镜头当中 还不觉得他有那么装 但是你要现场看到他的人 或者近距离有接触 就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 作为中尉 但是非常强壮 应该说他的入籍 对我们后方线的帮助非常大 现在这下又来了 稍稍大了一点 而且蒋光泰正是好年龄啊 他也是此前刚刚过了 自己27岁的生日 张林鹏 您觉得张林鹏 他其实作为中尉和编后尉 其实这个是 一直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张林鹏到底是打中尉更好 更合适 还是编后尉更合适 这可能一直我们说 不光困扰的球迷 可能也是困扰的离铁的问题 其实他打 编后尉的效果 我觉得要更好一些 能够把他本身的特点 能够全部发挥出来 没错 确实 但是有可能 我们说中尉这个位置上 有的时候更重要 也很重要 但是你要找到 就是说你要跟他去配的人也很重要 对吧 因为到了今天他的年龄 对吧 可能慢慢涨了 但是他可能速度 包括往回追的速度慢了 那你配他的搭档 你就要有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的速度很快 你的头球很好 对吧 完了 你们俩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 是 所以说 可能就是 角色再三 包括听说在对队训练的时候 战连鹏也是在打右边后卫 但是最终还是把他放到中尉位置 我们先看这边 吴星函又制造了对手的方规 突破非常非常犀利 吴星函 吴星函一对鱼野对手 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 抓一下上半场比赛 43分钟 马上44分钟 趁着上半场比赛 结果之前 如果有机会再打一个 还是张细哲来主发 我们看两个中尉 这会儿也要上来 两个人都跑到了后点 张细鹏和蒋光泰 球迷已经在高喊3比0 前点 今天张细哲发了很多前点 单一了一点 没错 需要变化 对手这会儿有一个队员受伤 先看这个球 蒋光泰抢到了后点 还有机会 吴星 吴星 这球打得太正了 太正了 很好 这个配合非常不错 蒋光泰 他投球优势确实非常明显 不光是我们说在防守当中 进攻当中 投球优势也非常 这球就是他的回座 吴星这个点 打得 可能对方后也有干涨 防守队员挡了一下 对方这时候场上有队员受伤 他们的五号追恩 他是23岁 此前代表球队有过三次出场 上一场比赛商品五十两分钟 其实我们看这个比赛 包括单价医护人员 也是要穿着隔离服 全服武装 他这下手上可能是刚才和吴星函 那次编路突破当中 编了一下 对 就是吴星函给他这边的压力也非常大 非常快啊 看看 啊 这个球啊 确实犯规了 吴星函这个球挂到了一下 这种球 看他能不能坚持 我龙之队的球迷啊 看到中国龙之队的球迷非常 很震撼 对 很震撼啊 整齐划一 全场红色的海洋 上一场比赛已经 其实这补食两分钟 第一分钟 等于就是对方在这上 所以说这场球是 我们看似简单 但是你踢起来会很难的 没错 因为他们球队很弱 但是他会整个 全收在后边防守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 有办法耐心一些 让球走得更快 让球再走嘛 球再走 你人就会在动嘛 没错 应该说上半场比赛 进行到了最后就在 李铁指导 您觉得中场 李铁指导 会不会做一些人员调整 或者说 现在我们进攻当中呢 应该说 虽然有两个进球的斩获 但是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你的李铁指导 要在哪方面中场 或者说 无论是人员 还是战术层面 进行调整 我觉得我们 在 往前场 兵力投入的 还是太少了 还是啥 对 还是太少了 他弱嘛 他弱我们应该把人数 我们的人 再加人 再加强一点 还有 上半场最后的机会 看这边进行道 能不能传起来 对方解围的失误 还没有完全解围掉 还有 张林鹏 林鹏上来了 张林鹏 他好边 中后卫和边后卫的配合 半钟 找吴磊 这时候财队员这个球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没有给我们 更多的机会 这样上半场比赛 中国队依靠着 无垒的点球 和金镜道的 单刀破门 上半场比赛 暂时2比0 领先着 关岛队 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为您带来的 2022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40枪赛 A组第八轮 中国队迎战关岛队的比赛 下面场比赛 双方是一边再战 中国队白色球衣 从屏幕的左侧 向右侧进攻 关岛队蓝色球衣 从屏幕的右侧 向左侧进攻 本场比赛 是由列月峰指导 和军甲 在苏州奥体中心 现场为您带来的 解说评述 下面场比赛 那李指导您觉得 中国队是不是有可能 要变阵了 442要变433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把位置 更往前提前了 先看这个球 机会来了 高超层次 高三角 阿兰刚刚上场 就有机会 张林鹏 上面场确实 我们虽然取得了 两个进球 但是在进攻层面上 李指导可能还是要进行 一定的调整 包括轮换 其实也是在为 后边的比赛进行试震 阿兰 阿兰 阿兰直接射门 阿兰 他具备这个能力 可见 其实阿兰上场之后 能看到他非常兴奋 我们看现场 目前来看这个位置 有可能433之后 阿兰还稍微偏左一点 X3在中间 然后吴磊在右侧 这是现在的433的阵型 长秒 好球 背身打球 埃克森 看无锡 给到左路 保抄 从射 看看有没有 吴兴涵顺到右脚 这球打门了 选择了打门 没有控制好 吴兴涵 我们看现在中场 433中场 这三个人站的张锡哲 居中 吴兴 向右边 吴兴涵在左路 好球 林鹏 张林鹏这个身体素质 我们说虽然现在年龄相对比较大了 但是他这身体素质绝对没得说 非常出众 好球 埃克森 非常关键的 太多了 出球 好出 看左边 还是左脚的传球 吴兴涵 左脚并不是他擅长 他有主角 还是右脚 因为上半场比赛 其实等于是中国队围攻啊 我们评论席在球场 稍稍偏右侧 所以上半场比赛 我们看着相对比较远 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围攻啊 在我们眼前了 耐心一点啊 我们现在还是打得有点太焦急了 还是球走的多一点 我们球带的少一点 对吧 让球走的速度快一点 没错 我们要说提比赛节奏 还是要靠球速来提比赛节奏 无锡 直接把这个球停下了 打身后 向照吴磊 二点 二点 看吴磊 这球高点没有抢到 后边埃克森 对球吹罚了埃克森的犯规 现在稍稍有点着急 现在稍稍有点着急 埃克森还是 今天应该来讲状态一半 没错 其实还没有到它最好状态能力的时候 好像总感觉 哎 差半块 其实它对我们进攻啊 非常重要 埃克森 对 如果是 它是巅峰状态的埃克森 那和现在相比 可能效率要高很多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说足球没办法 有的时候岁月不饶人 张细哲 右边唐苗 张林鹏 需要多转移 把它整个中后场的防线给它拉开 看传终就是质量 好球阿兰 上场之后 很活跃啊 第二次射门 阿兰 其实他的球战的 欲望非常强烈 这套阵型 我们说现在 其实有点 有点什么 有点424的意思 开始说442 就424 如果说在热身赛当中 演练过 就是队内的热身赛 说费南多如果不受伤 吴磊和费南多一人一边 前面再顶个阿兰和埃克森 对手形成了一次突破 其实我们希望 反倒希望对手能这样 向前这些压一压 供出来 先让他出来 他只要一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 机会就多了 有的时候打这种弱队 其实第一 就是双方第一回 我们为什么能打7比0 那个回合 其实他打的 虽然整体实力明显 多于我们 他打的比较激进 我说他两个前锋 一直顶着我们两个中位 不让我们两个中位 接球 他阵型自然就上来了 那场比赛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说 一个主角链 对一支球队来说 其实他是灵魂 太重要了 他制定什么打法 就决定了球队的场面 一击结果 让汐哲转移右路 唐淼 在个右边 还是唐淼 好球 这球 哎呀 无垒 这球 对方晃了一下 所以影响了 无垒的停球 准备的不是太充分 埃克森 他这会儿更多的 他要出来拿球了 球再到边路 再回来 还是唐淼 江林鹏 无锡 对手 我们从现场 其实看的相对更清晰 他基本就收到后边30米 30米40米 收的太靠后了 整体这个阵型 机会来了 哎 这个球有没有点球 吴磊 再和参谈员投诉 通过慢镜再看一下 有没有手上的拉扯 这个镜头看 其实好像有一个推扫 稍微有点动作 双手 这个球 如果有VR的话 可能 可能会判罚 也可以看出来对手 我们说对手 毕竟场上有一些这种 半职业球员 或者有一些业余球员 刚才这个动作 也显得相对 非常明显的推扫 好球 张汐车后脚跟 埃克森 转身射门 多射门 还有 多射门才有机会 我们现在射门太少了 是 我们射门 包括打正球门的射门 其实数量都有在增加 唐淼又来了 左脚 好球 阿兰 这么好的机会 没有打进 阿兰上场之后 还是上来脚 稍微有点慢热 有点生 阿兰 但是他跑得非常好 没错 刚才这下船跑 切的这下非常漂亮 应该是吴雷给他的传球 恰到好说 这个球 绝对的单刀 没有打好 但是我们希望 其实我们希望看到的 就是中国队这种进攻 前场几名核心队员之间的配合 不惜 张连鹏 再给唐淼 唐淼这边非常活跃 好球 李铁用唐淼 应该说是加强进攻 这一招还是非常奏效 向前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唐淼 没错 我们介绍过 说在中超连 攻击力还是很强的 是 变后卫当中 他整个来讲 向前的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看方这下 坐的 是张熙哲坐的 坐的真舒服 反跑的时间 非常合拍 看看我们现在 定位球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得需要 上不场滑的不太好 看这个球 诶 他边上又响了 双方进军里 动作比较多 上不场比赛 参盘就不止一次 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可能还是缺乏一定的高度 可能我们强点的能力可能稍微有点欠缺一些 包括这种投球能力非常突出的队员 现在这球战术 有了 好球来了 漂亮 漂亮 吴磊没开二度 总说一直期盼着这场比赛定位球终于有了变化 这个球 我们打高的不行 我们走低的 这个球 没错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吗 你有的时候得需要变化一些了吗 因为你总是打高的 人家在防你了吗 那所以说你得需要短的了 是这个球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点完全配合上 吴磊从后面绕过来 打的质量也是非常高 我们再通过半径看一下 对方门匠甚至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球打的 张希哲 传得很好 射的也非常好 是 包括我们说战术 没出球队员的掩护 那球做的都非常好 再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 理论上的死角 带着内侧的这种 包着这种旋转 这个球门匠 基本上小心一线之前 打正了没有任何反应 下半场比赛 我们说中国队进行了一个阶线跳展之后 明显 还是有变化 还是有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延续这样的势头 强度再高一点 速度再快一点 好的 还有这球对方有手球显夜 才没还没有吹 其实下半场比赛 我们看到像阿兰 包括没有打进那个球 这种绝对的弹道机会 其实都不多 下半场比赛明显增加 就出来了吗 这种小的配合有了 因为你有向前的了 对吧 我球到了边路 我还可以回到中路 回到中路 我可能这种非常小的小组配合 我可以把它打透的 没错 王神超 他这一路和 他们俩里边相比 相对沉寂一些 其实他这个位置我们介绍过 就是王神超 因为他逆组 就是右脚队员踢左边后卫 有的时候他不愿意下跌 因为下跌也传中传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否如果说要两翼齐飞 甚至可以考虑 是不是把李磊拿上来 李磊可以上来 整个看看把那个边路 进攻带动的更好一些 没错 而且我们说边路非常活跃的唐淼 他是什么类型 其实他在广州城的时候 球队此前打得非常好的时候 他经常打 五后卫体系的异味 对 因为他在整个球队的这种 他在球队的352或者343体系当中 他的功要比手好 没错 那你要用他什么 用他特点吗 是 用他进攻 对 唐淼 其实包括我们说唐淼 有的时候是适合什么 就这种433阵型 更适合他 因为中场比如三个人 没有固定的右边前卫 等于给他的空间相对更大了 对 张细哲 对方对埃克森的定化 真的是 在一直 埃克森在和助裁办 西法公投诉 他一直跟着我 然后 根本不给就 诶 场面看到 每10号要登场了 对 因为我们还是在前场需要速度了 看看他把谁换下来 他如果对位换的话 还是换吴兴函 吴兴函 吴兴函 我觉得他可以在场上还可以多踢 毕竟这是他国家队的首秀 首秀啊 哎呀那就是现在场上我在场上踢球的时候连整个场上的哨声都没听见啊 紧张 真的是会紧张 对 没错 在场上真的会紧张 果然韦智豪上场 韦智豪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 第一次虽然吴兴函年龄已经有28岁了 但是毕竟代表国家队 而且是这么重要的比赛 所以他难免可能还是有一些 我们说兴奋也罢 紧张也罢 这球来了 韦智豪刚刚登场 能不能翻好韦智豪 这球要射门我觉得要比 我觉得他传球要比射门更好 但是射门也是可以的 没错 刚才这个球被超 因为刚刚上场也就有个20秒钟 就获得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他也需要适应比赛 旁边游来了 看传宗质量 啊 越位了 可以 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配合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往前嘛 没错 啊 这球的一 有点通过这个镜头来看 稍微有一点啊 是 因为这次没有 没有视频裁判揭露嘛 是 对 这次也因为我们说疫情的特殊原因 亚洲联网中国这次赛区派了14名裁判 6名主裁判 8名助理裁判 因为疫情的特殊原因 国际组练此前也发了相关的通告 就是把 呃 相关的比赛 世界军选赛这些相关的比赛 浑然名额继续 呃 维持是5个 所以对于主角量而言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我们而言 也是有更多的优势 因为对方其实只有5个替补 可调的不多 我们可上场的队员其实还是蛮多的 60分钟 我觉得像在 这个时间段 我们还可以稍微人员进行一点调整 所以可能场上的效果更好一些啊 唐苗 无雷 这要接无雷 故意一漏 这是韦朝上场之后 我们应该说更多的球迷对他也是基于比较高的那种期盼 看韦朝上场 这是韦朝的拿球 王沈朝的传中 机会来了 好球 5比0 无锡 队长无锡 对阵关岛的两场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进球 比分扩大为4比0 这个球是左路 我们说一直说右路打的相对比较活跃 左路 王沈朝 王沈朝球传的非常不错啊 看见点团的很好 是 质量非常高的传中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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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这只铁加军的第一队长 无锡这个队员就太全面了 有攻有守 大家看这个曼径啊 这一脚传中啊 带着这种 恰到好处 团球和射门恰到好处啊 4比0 下半场比赛我们说 虽然就打了这15分钟左右 但是比上半场比赛 应该说中国队的进攻质量 无论是从数据还是结果 都要好很多 过程也更好 可见你得知道中场的调整奏效了 又是维超 接着中国队啊 我们说士气正旺啊 张立鹏 唐淼 现在我们真的是两翼齐飞了 无锡 美朝 美朝拿球 啊是一种大心脏的 可以修门了 远射 有折射 可以可以 破密集防守有时候也需要这种远射 而且美朝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而且这会破密集 密集防守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高中风啊 张立鹏 先看这个脚球 又是一个战术的脚球 上汽车发出来 有了 他没到了 阿兰 阿兰 是阿兰 他的合足首秀 无论是球迷还是他自己 很渴望进球啊 很渴望啊 乌磊的这个鞋带有点问题要调整一下 我觉得可以把它调整下来缓一缓 是 哎 墙边要进行坏人调整了 果然我们说 因为毕竟啊 我们强调过 这场比赛更多的是这行演练 包括给年轻人 所以让他调整一下 缓一缓 是 尹鸿博登场 尹鸿博这赛季在河北队发挥也非常出色 冠夏的这场比赛 已经没开二度的无垒 19号尹鸿博登场 尹鸿博非常全面 他能打的位置 你说从边一位到中场中 可以打到边峰 边峰全可以打 我们看尹鸿博登场之后 球队阵型会不会再发生变化 阿兰 右边又套上来了 唐淼 唐淼突破形成了 传出 稍稍小了一点 还有第二点 无锡 左脚 唐淼 这个位置不能借球了 约位了 但是 再要脚球 还是一个脚球 镜头也给到尹鸿博 他也是非常理智 实际上也是受过大伤 长期的缺诊 通过自己的表现发挥 又重返了国家队 好球 看看 还是找阿兰 我们现在还是缺少高度了 没错 绝对的高度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队里能不能进行点调整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张艺宁已经在 在旁边做什么活动了 对 有的时候打这种球队 确实需要高中锋 比如两个队 第一回合交锋7比0那场比赛 高中锋 杨旭 杨旭 对 打了四个那场比赛 四个进球 但是杨旭呢 这期国家队是 没有入选 还是唐淼 好球 前点 找阿兰 层次吗 包抄人层次 在场面看到李磊 包括张艺宁都在热身 又是传中进来 好球 5比0 埃克斯也收获了他的进球 终于64分钟 林鹏传的吧 这脚传中质量 也是非常轻轻一蹭 这个我们还说到原来是谁传的 林鹏 他的整个 你看他在边路传统很好的 埃克斯 埃克斯 这场传中质量也是非常高 这是张林鹏的老本孩 对 林鹏的老本孩 一蹭就有 这种球不用发力 其实蹭到了 而且我们说这个就是埃克斯 这种中锋球员 其实不用发力 然后角度只要要出来 门将没有一点反应 这个他其实可以在场上跑的少一点 但是他要跑一定要在危险区域 离门越近他才能够得分吗 那所以说他要少回来拿这种球 为什么你回来拿球 你永远是被伸的 是 对吧 你要把你的最好的体能留要留在哪里 门前 关键这一下 对 关键这一下 你跑一定要跑到他就行了 没错 下面场比赛应该说调整之后 这会儿已经20分钟已经收获了三个进球 而且以这个攻势我们看中国队势必还会有 你先看 门前 小伟不错 慢了一步 张细哲 细哲 埃克斯 配合尹鸿博 他踢球 尹鸿博踢球聪明 非常清楚 他有灵气吗 是 张立鹏这会儿 立鹏到了 安扎不住了 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去 我刚才牛刀小事录了一手 再看 再给你们表演一下我右路的传终能力 后点 埃克斯 抢到了 没有拿住 对手这会儿明显体能力下降了 这些已经撒了 压力 要给他们压力 持续的压力 没错 控球率这个数据 我们看 入队76 管桃24 绝对的优势 这张立鹏我们说汤鸟应该说这65分钟的表现 应该说经过检合格 非常好非常好 试试打再回到老本行右边后卫也是可以考虑 魏晨豪 船中 选择了一个相对低平的前点 魏晨豪这赛季在广州队也不算绝对的主力 所以他现在其实也需要证明自己 他也是运气不太好 上赛季的状态其实非常好 2020赛季 但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受伤病的困扰 还有看尹鸿博 很好 哎呀 传得非常不错 埃克斯 哎 点球吧 裁呗员 没有 还有 继续 这个球 可能队员都有点愣神 包括我们也认为这个球应该是打到了手上 但是裁呗员没有判法 埃克斯此后又是一脚左脚 营鸿博这点 传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包抄这个点应该有一个人 我们这个就跟我说了 我们现在在里边包抄人的位置 层次 层次不好吗 是你把这球点抢到了 但是是他们的防守位置站错了 没错 让你抢到了这个点 是 刚才那个球 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后腰位置的插杖 打起来会非常舒服 张汐车直接选择了打门 埃克斯因为在约位位置 汐车的远射 胜门太少了 习近了 是 张汐车在这支球队当中也是唯一中任 把10号球衣给了他 而且前场的定位球脚球都是 任意球脚球都是由他来包办 这两名中尉尤其是蒋光泰 其实这种比赛应该说没办法更多的检验到他的能力 张林鹏转移 这是找美食豪啊 自己队友 美食豪 这个球有想法 但是船的稍稍大了一些 四传四射啊 是 我们看教练组 郑斌知道 唐丽知道 跟丽铁知道 这是最早武汉队的教练组 这是这些人 圆埋人马 在讨论着场上怎么再进行人员调整 拖延一下时间啊 门将 关闹度的门将 我相信他们可能心里的底线呢 认为上场比赛输了0比7 是 这场比赛如果能少输一个就是进步 就是胜利嘛 是 戴克森 非常好的机会 好的阿兰跑动很好阿兰 你看他一跑动把旁边的空档带出来了 是 我们缺少像他像场上这样的跑动吧 没错 射门啊 射门的配合 脚球 可以 多射门 尾巢上场之后啊 非常活跃 小球还是前点 今天有意义的张细车很多球啊 其实都在找前点 还有唐苗 顾球给的不是太好 对方看出来他想穿这地图 是 是 武锡 阿兰 经过之前的一轮狂攻啊 这会儿这个节奏有点 手上下来了 机会又来了 尹鸿博 这个球正好难受 这两点呢 他正好在这两点中间 用头也感觉也够呛能碰到 用脚也不好接 他这个空档啊 其实是扯出来 船得非常好 尹鸿博 这球可能想法多了 这个好像这个场地水 是不是有点浇多了 走得有点快了 球走得快了 我们看到下边 张绪宁应该是要上了 要准备换人了 张绪宁 这会儿我们要演练一下高中风 包括明天 和明天 对应该是明天啊 明天是右边后卫 右边后卫 这是李铁知道 非常熟悉的队员 所以在这种比赛当中 唐淼应该是经过检验 没问题了 这会儿让明天 上场来经受检验 张绪宁上场 有可能如果队位的话 又要换埃克森了 张绪宁也是目前这支球队当中最年轻的队员 24岁 刚刚经过了U23的政策 今年要和其他球员享受同等待遇了 先看这球C的不错 好球 美师豪 左脚啊 这球传的有点着急 这样场边 中国队要调整了 16号明天登场 18号张绪宁登场 张绪宁换下9号 艾克森 换下艾克森和唐淼 应该说这两个人今天的表现呢 尤其是唐淼的表现 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可圈可点 唐淼 我们看下场之后 教练都会在和他记长相庆 而且这个时候 需要一个中锋 更多的这种传终 或者说对这种弱队 或者说打强队的时候 最后我们要狂攻的时候 一定是需要一名正义的中锋 对 明天 明天这赛季在武汉队 应该说 上场的机会 球队成绩不是太好 他虽然能打上主力 但是表现明显 没有上场赛季那么好了 是的 张林鹏 好球 无锡 无锡踢球真聪明 可以远射了 西哲 西哲踢球相对还是更稳妥 更紧身 尹红波打后点 有想法稍稍大了一点 还是出了底线 这样场上位置又发生了一定的调整 433的话 张艺宁是中锋 伟潮去到左边 阿兰到右边 对手 我们看 这会儿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其实对于我们说 毕竟关岛队员 其实此前他们因为疫情 从他们的昨天主席介绍 说2020年3月份开始 岛内的联赛就已经暂停了 他们等于是不像我们队员 还有联赛正常在踢 他们国内的联赛呢 也暂停了 确实压力会比较大 打到这会儿 他的15号 莱昂莫里莫托 只有19岁的队员 这无锡上一场比赛给金静道 这个球应该说 配合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 这个球也是定位球 我们一直指望说 中国队这场比赛定位球 定位球 定位球 有高有低 水路空全上 我们说现在 这种低平停有斩获了 我们希望 其实比如张艺宁上岛之后 能否抢一个头球 高举高大一种球 我们也能有所窄获 问题不大 对方的莱昂莫里莫托 应该会 因为抽筋了 应该还会返回球场 大家应该是听到了这个数据 两万九千二百二十二人 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是 满员 因为这场比赛对外的收票 就是三万张球票 张林鹏 明天 看他上场之后 能否证明自己 传宗质量怎么样 明天 全后点 这球给的太大了 张锡哲 好球 阿兰 刚才这个球 以红波可能觉得自己有约位显议 所以他第一下不敢动 已经出了边线 这场比赛 因为是有五个忽然名额 中国队刚才调整完之后 已经用完了本场比赛的 五个全部的忽然名额 最后这15分钟的时间 这些队员要打完 张宇宁 其实这会儿 更多的要看看他的投球能力 作为中锋 支点的作用 明天 传起来 击对阿兰 这个球 配合完全形成了 阿兰这个球 跳起的也非常舒展 完全发上力了 但是本下没有顶正 我们能感觉到 甚至能感觉到 阿兰那种交集的心态 其实他迫切的 想证明自己 但是你看他在场上强 在那个位置上 他跑到了 他点抢到了 刚才这次配合 包括明天的传终质量 其实都是非常高的 张宇宁 张宇宁 好球 他作为中锋 被身拿球 他是在国内中锋 被身拿球的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球员 对 好球 这个球没有约位 明天 这个球选择传中 我们看张宇宁在中路 是有多交集 刚刚两个人是一起替补登堂的 说我们携手登场 为什么不能携手 奉献一粒进球呢 无锡利球给的真血液 这个球要传球 射门在进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经典的配合 是 明天也是建功新切 有了 还有 美志豪 左脚漂亮 这脚尾超 打的质量非常高 赛上的射门欲望是非常强的 小伟 是 铺就也非常精彩 明显感觉到中国队现在 人人奋勇 个个争先 上来现在谁都想进球了 耐心一点 才耐心一点 是 对吧 脚球的机会 这会儿我们场上有高点了 看张宇宁 有没有变化 这场比赛张宇宁选择了很多的前点 就是选择了一个战术 有没有远车 有没有远车 左脚 边后卫上来一直想射门 真想进球 明天也是想证明自己 又到他这路 这会儿踢球还是要尽量 美志豪这会儿游移到了右路 全中质量 张宇宁蹭到了 我们看踢球器上的吴磊 今天吴磊 旅欧的经历应该说充分证明了 他的能力仍然在提升 很强的 所以我们说国内的队员要大胆的 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 要选择出去 对吧 可能你去那边 你会觉得非常难 非常辛苦 但是你出去看完了之后 那对你再回头看 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没错 得忍受孤独 比如在国外 先看这一圈 明天 尹鸿博 又是林鹏 张林鹏 一抬头又想穿了 刚才那脚已经证明了自己 尹鸿博他在前场 基本是一个自由人的位置 现在非常活跃 耐心一点 尹鸿博 又有远射的机会 高到我 着急 这球打得不错 有下坠感觉 李铁也是 向尹鸿博奉上了掌声 好球 这球射的还是 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没错 尹鸿博是有一脚远射的 比赛 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 场上比分现在5比0 中共队下面场比赛 前20分钟打得非常好 连进三球之后 进行了新的队员调整 这会儿新队员上场之后 还需要逐渐的适应磨合 说什么 进一个 球员已经在喊6比0 6比0 进一个 我们多次介绍过形势 这是因为朝鲜的推出 所以这场比赛 其实过程大于结果 我们打5个6个7个8个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先看这下 还有张玉宁 大会的身体很好 张玉宁 还有 二次进攻 无锡 北朝还有机会 好球 这个球 张玉宁 传起来 6比0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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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手袖 取得了进球 我们看阿兰进球之后 充分的宣泄 他确实太期盼着 这一例进球了 他渴望着代表中国国家队 取得如此精彩 重要的进球 要不说 你看他在场上 门前跑的位置 他跑到了 而且他对门的感觉 嗅觉是很好的 没错 很强的阿兰 其实最后我们看 好像感觉用 大腿顶进的 这个球 但是确实张玉宁 这个球传的质量 也非常高 这个位置只要碰到 基本就是避进了 阿兰非常开心 很积极 很积极 没错 他能感觉到 下面场上海之后 这球战欲望 非常强烈 这个而且 还在高喊阿兰的名字 而阿兰这会儿 也把手放到了 胸前的五星风气上 6比0 阿兰也是感谢 全场的球迷 阿兰这个球员 其实李之道 相对更熟悉 应该是带过他 熟悉了一些 其实他在场上 踢球真的是 他很聪明 而且你看 他在场上的跑位 没错 他很聪明 锐志 他也是此前受过大伤 如果没有这种大伤 相信他的能力 要比现在要好 要好 张林鹏 这个时候前场队员 阿兰也有所斩获了 这时候下一个 可能就要看张云宁了 今天是全队遍地开花 打得有点太长了 在这边 可以球到另外的一个边 过度一下 对 位置好 往前抄 再进到里边来 无锡 其实无锡再次证明 他在中国队这支 灵魂 中场 不可或缺的 还有无锡 绝对的中场核心 汐车打身后 凌天顶回来 还有还有张玉宁 张玉宁 有了 哎呀 我们刚说完张玉宁 这个球有点 好球好球 自己也是在哭笑啊 这个球真的不应该 门将已经放弃了 这个球后卫最后离弓了 张玉宁啊 他也是着急 刚才那个球 后卫离弓了 后卫离弓了 这个球绝对的必进之球 还有 还有 张玉宁在后点 再打回来 不要着急 看看有没有 看看有没有 还有 这是明天 他毕竟是后卫 这个时候需要果断的什么 张玉宁的船中后点 还有张玉宁回座 又是明天 又是明天 这赶着这 机会都出在他脚下了 毕竟他是右边后卫 还有坐过来中路 这会儿中国队最后 因为这个进球 又拉开了狂攻的这种 耐心一点啊 是 序章 这会儿要打好了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强度速度再往前提一点 这会儿对手 其实我们说之前 已经非常累了 就是跑不动了 已经很累了 张锡哲 张玉宁 这两个人非常熟悉 果安的队友 包括阿兰 上才记 也在果安小里 这几个人都非常熟悉 先看这下 王神超的船中 有了 好阿兰 阿兰 没拍二度 七比六 韦志豪船的 对不对 韦志豪 美超 这是和 他是现在的队友 两个队 广州队的队友 这个球 阿兰那个位置跑的 太聪明了 我们看他 秀绝很好 发现身边 三五米 根本没有人 这个球瞄着 轻松的顶 你看他在场上 门前的感觉很好 是 这个球非常聪明 而且一直保证 自己没有约位 和对方的最后一名 后尾一直平行 这种球也是像 埃克森刚才顶那个一样 不用完全发力 轻轻一蹭 太近了 美超 送出了主攻 阿兰没开二度 阿兰在国家队 是用半场比赛 取得了两个进球 相信以他这样的表现 下场比赛 有可能 收发了 回到了首发 是 李铁知道就要考虑他 因为最早我们说 李铁知道在队内训练 说分主力替补的时候 他和埃克森 可能就主力 是 马上我们看看 是不是我们还有 第八个球 是 感觉现在球队 就是中共队 可能下半场比赛 前二十分钟 狂攻了一阵 然后最后十分钟 又开始狂攻 这个球 严峻零太久 没碰到球了 但是张力铺 给他传的 也有点难度 两个人也是太熟悉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 这个球明显感觉到 两个人还是有一点不默契 王晨超和韦世豪 这场比赛来看 其实上下半场 你看就是上半场比赛 是两个球 从绝对的进球数上来说 下半场比赛 现在已经五个进球了 对 就是可以看到 李铁知道的调整 它的变化还是 对 下半场明显比下半场 就是我们从 太没有进的 你要算算 可能有三到四十几回 对吧 那你就能够看到 它是有想法的 它整个半场之后 球队 它是有一个调整 有了一个变化 没错 这临场指挥能力 其实这就是 上半场比赛 一度我们也 有点 场上队员也着急 我们也踢队员着急 但是下半场比赛 应该说完全踢开了 还有机会 张玉宁 张玉宁 没有停好 这球 他想选择停下来 想法还是非常好的 张玉宁 他是这支球体当中 最年轻的队员 中锋这个位置上 包括联赛当中 打得不错的 顾天宇 相对更年轻 身体条件非常不错 是 冲击力很好 这时候 对方又有队员抽筋了 这应该还是他的 15号来昂 而且场上我们看这个场 大家镜头没交代到 我们现场看到 有的队员 其他队员 其实关导队员 也在 拉针 可能也是在抽筋的边缘了 你得知道 这会把谁 把明天 明天 叫好边上 就是上场这会 出镜率非常高 但是有些球处理 还是有在增强 而且稚嫩一些 是 下面场比赛 上厅不是要 4分钟的时间 非常有意思 第一回合7比0 这回合 还是7比0 同样的比分 是4分钟 又找到明天 看李铁指导 进行调整完 有没有什么变化 明天 好好 好球 差一点 包敲的层次就没有了吗 还是打右路 右路明显是 中国队现在进攻的 主要边路 对方的解围 整体来看这场比赛 其实中国队中前场这些队员 应该说整体状态都还不错 尤其是下面场这些队员 完全我们说下面场踢开了 队员们 对 我们要踢的速度 要更快了一些 是 节奏也好了很多 小身后 好球 这个球看明天怎么处理了 明天 明天 还是这个球传的力量 差那么一点点 是 跑得特别好 但是再把传球的这一下 如何解决好 那就有提升了 就OK了 就可以和唐淼争夺主力位置 对 完了你要把它卖出去 可能钱又更贵了一些 明天 确实是 李铁之道对他非常信任 也非常熟悉 重点培养的队员 非常不错 嗯 叶宏博 串联的非常好 你看他上场之后 整个前场的串联保重 非常活跃 叶宏博非常不错 对 核心了 维持豪 来一下 维持豪 有了 打门 好球 维持豪 对 维持豪 召集 想打一个圆角 维持豪 一看你们都进球 他非常强啊 你看他在场上 射门的欲望很强 是 有速度 有突破 还有欲望 但是他现在需要如何解决 是自己的控制能力了 心态 对 控制能力 没错 对 维持豪这个队员 我们说 98期 场上 确实有性格的球员 没错 非常有性格 或者说非常有个性的这种队员 如果用好了呢 可能就是 一把利刃 你 就是需要管理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们 对吧 我们现在赢了这个7比0 我们需要冷静一点 没错 对吧 这会对方可能心态上 会有一定的问题 我们这场比赛 我们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 一个是不要受伤 再一个是不要吃无味的 红黄盘 没错 影响后边关键的比赛 要学会在场上 如何控制 管理自己 没错 对吧 少点红黄盘 是 对吧 你说这个球给你个黄盘 没 没必要 还是明天 这个球 心态上还是有一些 召集这个队员能感觉到 对方其实也是有小动作 明显 这两个人 对方其实就是在拱你的火 对 而且这种球就在第四官员面前 虽然没有VR 但这种也很难逃脱判法 比赛进行了最后一分钟 有了 味道 您看这支球队其实和此前的力批时期的国家队曾经过这场比赛解验 您觉得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我觉得赛场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欲望 好 不是非常顺畅的情况下 中场果断进行了原调整 电阵 下面场比赛取得了五个非常精彩的地球 因为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本场比赛 我还是讲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上下两个半场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踢的还是略先紧张 那可能我们太想赢了 我们可能太想快速去得分进球了 对吧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稍微下半场有了一个人员变化调整 我们可能速度踢的更快了 可能踢的更加流畅了 可能我们在中前场小组之间的配合更多了 这个是我们要多看到的 没错 确实我们说下半场比赛看到了这支新的国家队铁家军更多的进攻 更多的希望 更多的这种让我们球迷看到了兴奋的进球 所以我们希望这其实是四十强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没错 后边还有三场重要的比赛 我们希望中国队后边三场能一场比一场踢的好 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也是感谢立伟峰指导在新场给我们带来的解说评书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后方远远博士 摇动作给并线购请